影集月日风雨中只要有门路 在狱中想吸毒讲电话记性都没问题 看似离奇的剧情竟然在屏隆监狱发生 枪击药犯坐牢不但私藏手机还吸毒 有这个从那个尿里面吸毒的一个反应 我们这边当时有采烟尿是没有发现这个事情 那记得说是不是因为一到台南街之后 那是不是那个一个发生 我们这边的资讯都完全不清楚 前十大枪击药犯林峰德 先前才被查出买通监狱管理员各开蓝白托 夹带两支迷你手机 最近又被发现夹带毒品到牢房暗中吸食 直到冲业毛发被抓包 他在坦诚期间都有陆续托运毒品 最后一次吸食是去年的10月25号 除了一级毒品海洛因还有FM2 不针对特定的收容 平常是一般收容也是会烟尿 在执行是在技术科 卫生是在执行 所以这边还要再去问一下 解放调查被买通的监狱管理员 以色列又每周两次的寻防时间 偷偷把拆了毒品的茶叶跟香烟 丢进林峰德的牢房 尽管相关人员已经被逞处 但预防人员收贿 既然让人犯坐牢 还能私运电话跟毒品 未免也太夸张 就张中奥美如评论报道